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香港新生代男神于德成8日晚间10点多,与好友在新营盘中山纪念公园球场踢球,期间已因身体不适,突然倒得昏迷不醒,随后被紧急送进医院加护病房,在昏迷了超过40个小时后,终于传出好消息,他的妈妈稍早发出声明,证实于德成已经苏醒了。 与德成昏迷后送进香港玛丽医院,院房初步怀疑他是恶性突发性心脏病,隔天虽然度过危险期,但仍未苏醒,令不少粉丝相当担心,纷纷帮忙集气,祈祷,希望他可以赶快醒来。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,今天晚上8点多,于德成的母亲发出公开声明,迪克森已经跨过难关,初步苏醒,迈向康复最重要的一大步。 该声明内容还补充,于德成目前仍必须配合医嘱,接受治疗,为了避免加护病房内的病人与于德成被感染,让病情恶化,家属决定拒绝访客探访,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。 消息一出,令许多粉丝松了一口气,涌入他的IG账号留言祝福,希望他早日康复,于德成。 翻设自IG